来来来 出来玩一下 不要天天躲在鸟窝里面 嘴里是啥呀的 好恐怖啊 这样看着 这瞳孔看一下 这二货 你不会把这根竹子准备扯怪做窝吧 我的天啊 太好笑了 说的什么 竹子你也想拖着坐窝 真是个二哈 很多人问我他咬人痛不痛 他嘴巴被我修过的 不是尖的 所以咬人不痛 如果特别尖的话那真受不了 你们看近距离看一下他咬我 好 来 咬 看一下 其实不痛的 过来 二驴过来 哎 看这二货 哎 他居然吃草 他有的时候 他会扯点草吃一下 来吃吧 看 看他一节节的扯着吃了 吃点草吧 二驴唱首歌 吃吃喝喝喝 咬唐诗 白日衣衫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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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猪排驴 恭喜发败 我们今天来测试一下二驴 咬救命 一般都在什么场合 先从手上开始 首先把他抓住 抓住了 看 喊救命了 真聪明 抓住了 又喊救命 救命了 好 去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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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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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把这个鸟抓回去 抓走 看一下 他每次都知道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抓住红烧 厉害厉害 说救命 他每次都知道 要说什么 救命了 救命了 这毛色 哎呀 这尾巴砸了 这 走 二驴 不要咬我了 唱首歌 很棒 这只小乌鸦又咬人了 你说我是谁 你是谁 你大爷 你大爷 大爷念堂诗 白日 一山记 还有呢 黄河入海流 再说一句 再说一句 坐窗窝去了 看一下 我那四只白腰蚊鸟 终于长大了 再也不是小秃头了 看一下 全部都长好了 下去玩一下 下去玩一下 好像有点饿了 来 过来 过来 看你们知不知道过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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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还行 去给他们弄点食物 开饭 这是不饿啊 还有你 老大这个应该 应该都吃饱了 已经连续半个月没出太阳了 给它们拿去晒一下 放笼子里面比较安全 有一只肥了 我把这 这个土花梅 我把这四个小家伙放这晒太阳 刚才我看到 它咬它们 羽毛都扯掉了 这货太坏了 这家伙做了错事 你还在这梳理着羽毛晒着太阳 你知道错了吗 我手还没伸过去的 我手都没伸过去 你脖子是那么长 太搞笑了 这家伙 再来试一下 知道我要惩罚你是吧 看你这么猛的样子 算了 我饶恕你了 你这家伙 老羊羊 真乖 这家伙真是的 你可真享受 但是这天气我顶不住 你也不怕晒黑 反正你就这颜色了 要点脸吗 小伙子 走 让他自己玩 这个导弹鬼 哎呀 又是连续的暴雨 真是让人无语 雨下的太大了 土花梅正在这躲雨 过来过来 身上都淋湿了吧 也不知道 飞到没有下雨的地方去 过来过来 我来把它引导到 没有雨的地方去 这雨下太大了 哎 这是他吗 哎 是的 哎呀 你终于来了 看这身上 翅膀淋着塌下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躲雨的 这不就对了吗 我看下来 这尾巴都是石的 这在那抓了一个蚂蚱 看这嘴巴 这上面的泥巴 这下雨 这虫子应该好抓 现在雨停呢 他又在偷水果 这尾巴 终于干了 翅膀也干了 又可以飞出去玩了 其实我也挺喜欢给他脑痒痒的 你看 只要一脑痒痒 这脖子伸得脑长了 看他这个耳朵 你们是不是好多人 没有看见过鸟的耳朵 看一下 来一个特别近的距离 他的耳朵 这吃吧 好了 自己去玩吧 估计他马上就要飞到玉米地里面去了 我听到有一只野鸟 正在呼唤他 那个土花梅 已经跑到那个玉米地里去了 你们听一下 正在叫 真难听这声音 我们下边 现在的那个玉米地里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